入秋以来第一波的冷气团冷空气要直接下来影响了 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今天的入夜到周日的清晨大概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 是这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的时间点 大家格外要保重身体还有穿多一点 目前的阳眉跟新店清晨13.7度跟14.5度 这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但是昨天因为封面通过之后 水气量下来 但是今天是大家比较可以接受水气转干 有一点干冷空气的感受 但不管有没有下雨 大家保暖的措施还是要做好 我也抓了一张大概过去18个小时 在台北侧站整个温度的趋势图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周四昨天的白天还有26度左右 但是历经了18个小时 哇有点像断崖 也有点像溜滑梯的方式 到今天清晨的时间点就只剩下16度左右 所以这样的温度骤降的感受 对于老人家 对于小朋友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确实在体感温度 还有身体上面都是有压力的 大家要保重身体咯 在温度站有你可以看到 刚刚说到了 昨天封面通过之后 被台湾雨室吓到晚上 但今天一起床呢 哇水气呢明显的转干 这一波的冷空气大概呢 就是以干冷为主 大家比较可以接受干冷的形态 但是呢 衣服的穿戴也是很重要哦 你可以看到呢 低温大概14到18度 高温北台湾剩下20度左右 目前预估呢 最冷的时间点呢 今天入夜到周日的清晨 因为有辐射冷却的关系 所以在整个低温的感受上面 平地可能12到13度 在空旷地区就有可能10到11度 这是呢 跟相较于前一阵子的秋老虎 有截然不同的温度感受 真的要格外来注意 夜城都还是偏凉的 而且呢 天一保暖之外 沿海都有阵风跟长浪 都要注意一下海边的活动 还有北台湾 因为这一波的水气 比较少了关系 大陆北方的脏空气 有被带下来 所以北台湾是橘灯的 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而一周天天气快速少 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一波的干冷空气团 大概影响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 所以在周日的白天 慢慢的在冷气团 就会有所的减弱 但是也因为呢 日夜温差 辐射冷却的关系 温差都是比较大的 慢慢的在下周的周一 周二周三的前期 温度是缓慢的 有感的上升 所以这一波的冷气团 两天时间后呢 还是有一些比较夜沉 低温的感受 大家早出晚归要格外来注意 所以不管如何 是有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 这个没有下雨的形态 但是什么时间点 被问了很久 厚外套厚衣服 什么时候可以穿得到呢 这几天就派得上用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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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